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三星在 1 月 14 日發表了 2021 年最新的 S 系列旗艦新機 而這次同樣延續去年的策略共推出了三款 並以 S21 作為秘密方式 包含搭載三組鏡頭 屬於標準旗艦的 Galaxy S21、S21 Plus 再來則是採用四鏡頭 定位在頂級旗艦的 Galaxy S21 Ultra 那麼究竟這三款差在哪裡? 還有這次又有什麼樣的新功能? 我們趕緊來看看吧!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們 別忘了訂閱關注一下 以及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能及時收到最新的資訊喔! 可以看到這次在外型的設計上 依舊繼承了先前的設計元素 像是跟上代一樣都採用圓入的邊角弧度 而正面也都有著 O 極線全幕設計 並且四周的機仔變框風格 讓整體螢幕佔比看起來相當高 不過仔細看的話螢幕有一些不同 也就是 S21、S21 Plus 由上代的左右雙曲面改回平面式設計 而 S21 Ultra 則是維持 3D 雙曲面螢幕 這也是 S21 系列之間 在螢幕設計上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麼前後代之間 正面外觀的改變其實不大 最大的變化則是在背面的設計 這次鏡頭面板的外觀跟位置有著相當大的變動 S21 系列首度採用輪廓切割相機模組設計 除了不像 S20 系列採用一整片的黑色面板 鏡頭面板也完全貼近左側跟上面的邊框 而且從側面來觀察 後鏡頭跟機身採用一體成型的設計 看得到金屬邊框直接延伸出來到鏡頭面板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三款的鏡頭面板依舊有凸起 尤其是 S21 Ultra 最明顯 再來說到鏡頭面板體積 S21、S21 Plus 因為搭載三鏡頭 所以鏡頭面板看起來比較小 而 S21 Ultra 需要放置四鏡頭以及雷射對焦等硬體 因此看起來就相對龐大許多 接著看到機身顏色 S21共有四種顏色 包含新妹紫、新妹灰、新妹白和新妹粉 而 S21 Plus 則總共有六種 但台灣目前確定會推出的是 新妹紫、新妹黑、新妹銀 至於新妹粉則沒有引進 而新妹金、新妹紅則是在限定區域販售 那麼 S21 Ultra 也滿多顏色的 不過台灣目前會上市的是 新妹黑跟新妹銀 而太灰色、海軍藍跟棕色的款式 則是屬於三星獨家的顏色 因此不確定台灣未來是否會推出 接著看到基本的設計規格 機身尺寸大約都跟上一代差不多 不過 S21 Plus 的寬度有稍微增加一些 而以單手掌握來說 最便利的就是 S21 而後兩者的寬度則大約跟 5.5 吋的 16 比 9 螢幕手機差不多 都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這次重量都有稍微增加一些 尤其 S21 Plus 突破了 200 克 這跟 S21 Ultra 一樣都會感到有一些份量 那麼機身材質 正面都是採用康寧最新的 Victor's 玻璃 比起上代能帶來更抗刮跟抗酸的能力 至於背面就有些不同 S21 採用塑膠材質 而後兩者則是玻璃材質 另外這次也都使用了霧面處理 所以跟上代相比比較不會有指紋的殘留 再來感應器方面 雖然一樣延續超聲波螢幕指紋辨識 但是這次採用上 高通第二代超聲波指紋辨識感應器 尺寸比起上一代要大上 1.77 倍 接鎖速度預計也會快上一倍 至於其他基本的感應器則都沒有缺少 接著看到螢幕顯示 這次 S21、S21 Plus 都跟上代的尺寸一樣 和 S21 Ultra 則稍微縮小 0.1 吋 那麼除了尺寸的差別 這次比較明顯的變化則是解析度 可以看到前兩者僅有搭載 Full HD Plus 解析度 這跟上代的 Quad HD Plus 相比有些降級 不過以螢幕細緻度來說 我認為畫面的細節表現還是不錯 另一方面也會比較省電一些 再來材質雖然同樣都是 Dynamic AMOLED 2X 面板 但是亮度跟對比度比起上一代都要更高 尤其 S21 Ultra 的峰值亮度還可以到 1500 尼特 就算是在陽光下畫面還是都很清晰 那麼 120Hz 螢幕更新率跟 240Hz 的觸控採用率 這次 S21 系列也都有延續下來 其中 S21 Ultra 還可以支援到 Quad HD Plus 解析度 而為了解決高更新率帶來的耗電問題 這次也延續了 Note 20 Ultra 的方法 除了使用 LTPO 螢幕技術之外 這次還加入了智慧動態調節技術 有就是依照不同的使用情況 給予最適合的螢幕更新率 另外這次還帶來了智慧護眼模式 能依照早晚時間、觀看內容以及就勤時間 能自動降低藍光所帶來的傷害 再來說到主相機規格 從這次的硬體規格來看 雖然廣角鏡頭的畫素跟光圈都跟上一代一樣 不過 S21 Ultra 採用上更新的 HM3 感光元件 除了相位對焦的對焦速度提升50%之外 比起上一代還新增了雷射對焦系統 這都能改善在暗處對焦時 所出現的拉風向狀況 同時也增加對焦的準確度跟速度 當然 S21、S21 Plus 的硬體也是非常傑出 除了支援雙像素對焦之外 單像素面積也有滿大的 1.8 微米 不過如果說到夜間成像 具備像素九合一技術的 S21 Ultra 會更好 因為 1200 萬模式下的單像素面積可以來到 2.4 微米 畫質都會有所提升、噪點會更少 而超廣角鏡頭部分 跟上代一樣都是 1200 萬畫素、2.2 光圈 也都可以拍攝 120 度範圍的照片 但 S21 Ultra 則採用新的感光元件 並為超廣角鏡頭加入了雙像素對焦 這都有助於帶來更清晰的照片 另外還可以近距離拍攝物體 至於遠距鏡頭 S21、S21 Plus 的改變不多 一樣採用 6400 萬畫素、2.0 光圈 而 S21 Ultra 就有明顯的變化 首度搭載了雙遠距鏡頭 並由 3 倍光學變焦的遠距鏡頭 以及 10 倍光學變焦的前望式鏡頭所組成 從規格來看雖然畫素比起上代要少 但是我認為遠距焦段的整體成像都會更好 原始上代是由 5 倍光學變焦的前望式鏡頭所組成 但鏡頭間的焦段距離太遠 所以部分焦段的清晰度就會不足 但是透過 3 倍加上 10 倍的遠距鏡頭 就能改善這個問題 尤其在 10 倍遠距鏡頭的幫助下 S21 Ultra 的 100 倍超高倍變焦 會比上代更加清晰 再來單像素面積的提升 還有強化為雙像素對焦 另外這次在變焦的過程中 還加入了 AI 防手震變焦 這都能提升整體成像的畫質 以及更穩定拍出想要的照片 接著看到一些功能 基本上功能跟上代大同小異 但是因為採用新一代的影像處理器 還有更強樣的 AI 演算能力 因此畫質的成像也都會更好一些 再來景深即使預覽則預計改成人像澎湃模式 能夠利用 AI 來自動分析臉龐與自然燈光 角度和方向 讓背景的虛化效果以及特效都會更加自然 另外夜間模式這次也有加強 三星表示在光線不足的環境下 能保留更多的色彩以及帶來更明亮的畫面 同時雜訊也會更少 還有這次也能手動來控制夜間拍攝的時間 而比較不同的是 S21 Ultra 的廣角鏡頭 還加入了 Smart ISO Pro 功能 能夠同時拍攝高ISO照片與低ISO畫面 並貼合成一張 12bit 的 HDR 照片 除了色彩更豐富 眉暗動態範圍更平均 同時雜訊殘影也會更少 三星也表示這項技術 還能夠提升50%的感光能力 對於夜間成像都會有所幫助 而從以上的規格來看 S21 Ultra 在相機硬體上 相較於前兩者確實多出許多獨家的技術 同時也改善上一代的一些缺點 這都能看出 Ultra 幾種越來越成熟 那麼說到錄影方面 這次最高解析度一樣為 8K 也都具備慢動作以及超級慢動作的能力 但比較特別的是 這次 S21 Ultra 的所有鏡頭 都可以錄製 4K 60fps 格式 但是以超級慢動作來說 前兩者的表現會更加自然一些 因為後者是以影片之強的方式 將 480fps 補增到 960fps 所以效果上就會有點差異 至於功能方面 一鍵拍錄則提升到 2.0 版本 除了可以手動調整 5 到 15 秒的錄影長度 這次還加入了新的濾鏡跟特效 像是慢動作影片等等 比起上一代的變化都會更多 另外首度加入的新功能 則是最佳導演模式 模式中則分成兩種 第一個則是導演運鏡 也就是在錄影時 可以直接從拍攝畫面中的 三鏡頭預覽畫面做切換 讓使用者能夠更及時選擇想要的畫面 而第二個直播錄影 則是可以前後相機同時拍攝 對於一些直播主 YouTube 來說滿方便的 除了以上的功能之外 這次也針對超穩定透胎攝影進行強化 首度支援 60fps 格式 隨時都可以保持穩定流暢畫面 那麼其餘功能像是專業錄影、遠距焦點收音 支援 HDR10fps 格式錄影、原相錄影等等 也都有延續下來 接著看到前相機 硬體規格則都跟之前一樣 同樣是 S21 Ultra 具備較高的畫素 且透過像素四合一的技術 則可以帶來更好的夜間表現 不過對焦速度相對於前兩者就會較差一些 至於功能上因為有了更好的 AI 演算能力 在人像澎湃的背景效果都會更加自然 而夜間自拍則會更加明亮 至於音訊上的規格則跟上一代一樣 同樣採用 AKG 調音技術的雙喇叭 並支援杜比全景聲音效 另外像是高解析音訊輸出 UHQA 音質提升技術這些都沒有缺少 而 3.5mm 耳機孔依舊是異熟的 最後看到硬體規格了 S21 系列的系統為 Android 11 並採用上自家最新的 One UI 3.1 介面 而 S21 Ultra 則還支援了 S Pen 這也是首款具備這項技術的 S 系列手機 可以更方便來書寫、畫畫、做筆記 不過它並沒有像 Note 10、 Note 20 系列那樣的 遠端遙控能力 因此無法用來進行遠端拍照、遠端切換頁面等用途 另外因為 S21 Ultra 沒有提供 S Pen 的插槽 所以需要搭配專屬的保護殼來收納 還有 S Pen 也都是需要額外選購的 因此從這幾點看得出來 跟 Note 系列還是有一些區隔在 至於處理器方面 這次一樣分成兩個版本 分別為高通的 S888 以及三星自家的 Exynos 2100 而這兩款處理器都是採用三星的 5nm 製程 那麼兩家公司都表示效能有所提升 耗能也因為 5nm 製程更加省電 不過從中國媒體的測試資訊來看 S888 的功耗似乎比上代更大 另外使用一陣子後溫度也比較高一些 甚至還會導致效能降低 不過實際上還是要看不同手機品牌的調校能力 以及後續廠商針對處理器所進行的優化改善 因此這個部分還是要以實機為主 再來看看其他主要硬體配置 如果依照台灣所上市的版本 S21、S21 Plus 都是採用 8GB 的記憶體 這跟上代的 12GB 相比有明顯的降級 算是整體比較可惜的地方 不過 8GB 記憶體對多數人來說依舊是非常足夠的 至於 S21 Ultra 就跟上代一樣有兩種版本 其中最頂級的配置則來到 16GB 記憶體 配上 512GB 的儲存空間 另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這次 S21 系列取消了記憶卡擴充 接著說到電池資訊 S21、S21 Ultra 跟上代的容量一樣 而 S21 Plus 則是增加了 300mAh 那麼如果依照處理器的資訊來看 平常使用的狀況下 續航力預計會比上代更持久一些 但這部分還是要以實機為主 至於充電規格則是支援 25W 的閃電快充 2.0 30分鐘就能夠補充 50% 的電力 其他則一樣包含無線閃充 2.0 跟無線電力分享技術 至於連結方面基本上大同小異 但以整體來說 S21 Ultra 會更好 像是支援更快速的 Wi-Fi 6E 的無線網路 不過其實前兩者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另外藍牙則是更新到 5.2 版本 主要能幫助無線藍牙耳機 帶來更低的功耗 接著來增加續航力 以及減少音序延遲 聽起來會更加的同步 但前提是相對應的裝置 也需要支援藍牙 5.2 而其他部分則沒有太大的變化 依舊支援 NFC 以及 Samsung Pay 行動支付 另外比較重要的是 S21 Plus S21 Ultra 還支援了超寬屏技術 在10 公尺之內的距離 比起藍牙跟 Wi-Fi 的傳輸速度都會更快 而且低耗電安全性又高 加上比較不會被物體所干擾 像是牆壁這類的 因此適合進行遠端遙控 比方說化身為車鑰匙來解鎖車子 或是在進入家中前 就能控制家中的智慧裝置 另外它所擁有的高精準定位能力 還可以用來找尋儀式的智慧裝置 那麼在規格通訊部分 三款皆支援 5G 加 4G 的雙卡雙待 並都支援台灣目前 5G 所開通的頻段 而頻段依舊是以 Sub-6 中低頻為主 高頻段則是不支援 目前 S21 系列的包裝盒 已經確定不再附贈充電器跟耳機 只剩下 USB Type-C 傳輸線跟退卡針 而雖然盒子的內容物減少 但從這次所公布的建議售價來看 這上代的定價相比便宜了很多 至少都有 4000 元的降幅 終於看到旗艦手機不是越來越貴了 而這對大家來說也會更好入手一些 那麼這次預購跟上市的時間也都已經公布 想要了解更多預購跟上市的活動內容 可以在影片資訊處找到相關的訊息 那麼這三款究竟該怎麼選擇呢? 其實這次三款手機的差異性很明顯 也非常好選擇 可以看到 S21、S21 Plus 是屬於常規的旗艦定位 大多數的需求都可以滿足 雖然螢幕解析度減少到 Full HD Plus 有些可惜 但我認為螢幕色彩表現 相機的攝錄能力、效能等等 其實都已經非常優秀了 只不過規格跟上一代相比改變不多 而 S21 Ultra 則是超旗艦等級 所以如果你想要追求更新的體驗 這次 S21 Ultra 的主相機改變滿多的 除了對焦上的改善之外還採用了雙顆遠距鏡頭 預計比上一代可以帶來更清晰的遠距照片 另外比起前兩者還擁有剛好的相機畫質 且所有鏡頭也都支援 4K 60fps 錄影 這對於重視攝錄需求的朋友來說會更適合 不過價格上就會比較昂貴一些 而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要用你們看完影片介紹後 你比較喜歡哪一款手機呢? 以及對於 S21 系列有什麼樣的想法? 別忘了在影片底下發表你的看法喔!